台北市立国乐团演出刘卓夫戏花骨 展现狐情的古雅与摩登 传统与前卫交织 还有声乐魔鬼与灵魂的秘密抢先临上 台北市立国乐团即将登场的新乐季 包含歌 乐 舞剧等多元表演 邀请国内外知名乐团乐器家表演 共计64场精彩演出 我们整个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乐季 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演出 你刚刚讲到64场 其实我都不确定 说不定还更多 说不定有些还没有写在里面 因为台北市立国乐团 作为一个公家乐团 除了我们正式的演出以外 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要服务市民 然后要带文化走到巷子里 就是我们服务很多市民 然后我们副社团的演出之类的 就是多彩多姿各式各样 然后还有每年的上半年 我们会承办台北市传统艺术季 那就有更多的团队可以来 就是报名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季 然后经过我们的审核 然后还有赞助了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资源 然后或者说我们就是结合起来以后 再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节目 就是推给台北市民听众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档节目就是 大家打开我们的乐器手册 就是有喜欢的节目都非常欢迎 就是进来听听看 大家如果走进音乐厅来听呢 就是会发现说就是我们除了演出 一开始最经典的比方说季神 就是在2000年之前的那个作品 然后一直到近年 这几年才写出来的作品 从旧到新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从来没有 在台湾演出过的 就是日本亚乐 那个去我们去改编 然后就是有点像那个祭祀的这种 很现场很即兴 然后很环绕音响这样的声音 其实这是属于我们自己 写音里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其实向来就是东方的美学 其实很少这种就是 比方说像是音乐上来讲 说对拍子 或者说绘画上来讲说透视法 所以我们看到说就是东西方的那个美学 不管在音乐啊 或者是在建筑啊 或者是雕塑啊 或者是绘画上面 其实我们是在属于说 在找回这样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化的声音 这个文化的一个identity 那我们当我们把这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亚洲属于这个 这个东方的这样的声音 推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会受到就是 就是全世界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注目 北市国团长也由中国文化大学 中国音乐学系教授郑利斌接任 再次回归的他也将带领团队开启新的乐记篇章 其实不管是企业的合作 或者是对于基层的推广教育 其实讲穿的就是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观众的开发 对那其实这三年在校园里面 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招生的状况 跟学习的状况 那一方面少子化当然是最严重的影响 但是某个程度说 这个产业的就业没有那么好 也是促使现在的那个一般的家长 就宁可送小朋友去打棒球 因为棒球产业发展的很好 对这个觉得 我觉得是我们未来要更努力的方向 对希望让后职学习人口 爱悦人口能够更扎实 我非常希望 那等到政策长来了 我们好好的能够整个的团 从欧洲回来 我们重新的再来思索一下 特别国立台 你到底能够为台湾的卓越 怎样再带出一个新的高速 特别是政策长还在中西医院 它兼具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特质 其实是国乐界里面 我觉得是不多见的 而且它的经历很丰富 教学经验跟指挥经验 创作经验都有 所以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能不能在明年后面 能够让台北市的国乐 有一个全新的演出跟崭新的风貌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也非常希望在不影响 你的健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那在今天这个场合 其实非常感谢郑团长 再回到业团来 那我在这边我想 其实最像刚刚施衣 所提到 担任过四五四交的代理团长 那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要最感谢的 都是我们的团员跟行政团队 好那在这边我想 其实我到四国来的时候 政党团长已经把整个业绩 破坏好了 那我们就是跟随着他的脚步 让团员们在手机指挥的督导之下 带着团员跟大家一起把这个业绩 完美的做得到的演出 那我想在这过程里面 也非常感谢 除了我们团员之外 首席还有我们的护色团 其实在每一个 包括我们到南部的巡回 到外岛的地岛的巡回 那每一个都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演出 那在这过程里面我想 其实行政团团人最辛苦 就是说在团长的音乐素养不够的状况之下 还是必须要去把新的业绩去破坏出来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政党团 在业绩这样要一个 需要生出来的时候 帮我们催生出来 那我想这个业绩一定会更化光化热 那我们期待业团未来更好 另外北市国也将在9月14号 启程进行欧洲巡演 是继疫情之后首次出国巡演 在捷克与德国进行四场音乐会 带来多首与台湾主题相关的国乐交响曲 透过音乐让国际感受台湾美好的风土人情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来自感谢时会 谢谢大家